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传承党上师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千难遭遇 我今见面得受此愿解如来真实意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继续学习《中观传论识》当中 现在折破家乡为师众的观点当中 也就是说最后一个问题破千果之大夫讲这个问题 有些人认为即便是对于完全不清净的阶段 是显为种种这一点事实属虚妄 但是在清净的阶段由于已变成了 独一无二的自性本体因此他们这样认为的 因为刚才前面认为是 在我们不清净一塌气的时候也可以 或者是不清净的阶段 现在正在轮回当中扭转的时候 原来我们的这个世显现各种外境的 山和大地等不同的一些景象这是不清净的阶段 这个时候所显现的这些外境全部是虚伪的虚假的 然后到了清净佛和菩萨的地位 那个时候只有独一无二的自己的世变成清净的 也就是说他的本来面目可以显现出来的 这就是所谓清净的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因此他们对婆十一知识的因心中疑惑重重 而觉得此因是不成立 因此他们怎么样呢 我们前面不是已经讲了破成识的识有识存在 一再地通过各种推理方法来遮破的 但是他们认为这是不太合理的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现在不清净的这些世的现象 外面各种各样的现象 但实际上这些都是假的 到了清净阶段的时候 就是原来这个世的本来面目已经出现了 那这样一来的话 认为现在我们破唯一的世的推理 这个推理有点怀疑 认为这是有一种不定义的过失 不决定的过失 因此认为这种推理不成立 因为我们前面说是一切万法在生意当中 不会有一体和他体 唯有自信的远离一体他体之够 我们现在正在破一体和他体 那么远离一体的这个推理 这个推理的话对方对这个问题产生怀疑 觉得可能不太成立 这样认为的为什么呢 因为清净阶段的这个形式 独一无二的一种存在它是一种诚实的东西 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下面我们折破他的观点 假设在清净阶段的一切形象有消失的可能性 你们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假设在清净阶段的时候 你们现在外面万事万物的这些景象有消失的可能 那么当时也应当有像你们所说的那样可能性 那这样现在你们所说的那样应该有这个可能性 也可以说实际上清净阶段迷乱虽然是当然无存的 这个你们自己也说了到了佛地的时候 原来一些迷乱的喜气也好迷乱的果也好 这些全部是当然无存的 但是所有的形象不可能化为无有 按照你们的观点你们的这种想法 你们说到了清净阶段的时候一切形象就全部消失 可是按照你们的观点这个是不成立 为什么不成立呢 虽然你们说到了佛地 到了清净地的时候 所有不清净的迷乱的现象都是没有的 但是所有的形象不能化为无有 不能没有 原因是什么呢 你们承许所有的形象不存在 你们在原来因地的时候 也是所有外在的形象不是不存在吗 所以它与迷乱以及喜气都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迷乱和外境的形象两个有一个同体的关系 或者是有毕生的关系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说到了最后的时候 因为喜气全部都断了再不可能产生 从同体相受的角度来讲也是可以这样说 或者是毕生相受的角度来说 也是因为喜气已经中断了 最后不会有相可以这样说 或者以同体相受的角度来说 也是你同体的迷乱和迷乱的相两个不存在 这样说可以的 可是你们根本不承认有一种形象 你们加相为师中不是承认是 所谓的形象全部都是不存在的 就是猫法一样的不存在如果形象都不存在的话 那么到了佛地的时候实际上 形象跟它的迷乱没有任何关系 毫无相干这样一来就像猫不存在的话 牛不一定消失一样的 我们说这个猫不存在的话那么牛不一定消失为什么呢 因为它们两个之间也没有什么彼身相受 也没有什么同体相受 即使说你这个猫不存在的话 那么对牦牛来讲也是无利无害的 同样的道理即使说到了清净阶段的时候 你们的喜气和迷乱全部不存在的话 但是外境各种各样的形象毫无关系 因为它们两个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的缘故这样来破事 这是对方我们昨天讲的无相为师众吧 他们认为最后有一种清净无有杂然的本体的现象存在 这种观点不合理这样破的 那么下面破另外一个观点也就是说 还有这种过失你们假相为师众的话还有此当过失 另外还有过失如果主张说在不清净的阶段 失绝对虚妄的如果你们对方继续还这样说 不清净阶段的时候我们所谓的失绝对虚妄的 失也是虚妄的然而在清净阶段时 由于各式形象不存在到了清净阶段的时候 各种各样的形象是不存在的缘故 因而成事的唯一知识决定存在的 意思就是说到了清净阶段的时候 比如说像一地菩萨以上或者最清净的地 八地或者佛地的时候吧 在佛地的时候各式各样的形象全部化为无有 这样一来应该成事的唯一的事必定是存在的 唯一的这个生下来了如果对方这样认为 那这种说法也不合理的 下面麦彭仁波切也是通过他老人家所发挥的智慧 以智慧来进行觉知 因为这个颂词当中也不是特别多 但是下面的有些教理 嘎玛拉希腊的男士当中 莲花界的男士里面有一部分 但是也不是特别的好懂 然后麦彭仁波切比较浅显异动的语言来进行推理 这样下面就做了分析他们说不清净阶段的时候 事是绝对虚妄的他们说事也是绝对虚妄的 然后到了清净阶段的时候外面的想象是没有的 但是成事实有的事应该是存在的 只留下这一个这样认为的 那么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倘若如此前所未有的事有知识到底从何处而来 你们不是说原来不清净阶段的时候 所谓的事完全是虚妄的 然后到了清净阶段的时候 你这样的这种诚实的事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从地上长出来的还是天上掉下来的 还是从山东里面出来的从哪里出来的是这样问的 这一点你们应该讲清楚今天你必须跟我讲清楚 下面就说你们这样的事是从哪里来的 一定要跟我讲清楚 可以肯定它不是有以前虚妄知识当中 因为以前在世俗的时候他们认为是一种虚妄知识 但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按照大乘和小乘的观点来讲 也是世俗的心作为因 最后到了佛地或者第一地菩萨的时候 也会产生一个清净的智慧 这一点《诗量论》当中也是说 所谓的辩知佛陀的智慧也是无常的 它是什么呢 因为刹那刹那前面的心而产生的 但是这里所承认的话 然后我们大乘小乘里面所承认的这种 清净的智慧跟这里有一定的差别 因为他们对方所承认的这个是诚实的事 我们这个编制的智慧 并不是承认为是诚实的东西 所以在唯一的诚实上有一定的差别 不然我们也说发了世俗的菩提心 资念道和加行道的时候我们精进修持 最后到一地菩萨的时候无漏的这种智慧 不管是从大乘的那一个论典当中也是这样承认的 所以本来讲地道的案例 我们五道十地的案例 讲《入宗论》的时候也给大家讲过 不过我讲《入宗论》的时候 当时可能有十几个人 现在可能大多数都有些小业法界 有些是已经往生清净刹土 只不过剩下了部分的 但我记得当时也说过按照曼彭仁波切的观点 所有的唯师宗和宗观宗的 五道十地的案例方面没有任何差别 昨前天有些道友问的时候 有些地道的案例上面害怕名言当中成立的时候 一说唯师宗的时候害怕宗观宗来摧毁他 所以说不敢开口也有这种情况 但实际上我们从广大法门的地道案例方面 五道十地的案例方面 麦彭仁波切也是在很多论典当中提出 说是没有任何差别 大乘所有广大法门的地道案例都是一样的 在这样不管是唯师宗观宗 还是我们依靠世俗菩提心最后产生生意菩提心 依靠这样的生意菩提心最后在自相续当中 十地末位的时候生起无漏的智慧 但是这个无漏的智慧实际上就是在自相续当中 麦彭仁波切《相观传论诸书》当中有这样一句 说法界没有任何苟然但是我们对法界没有认识 然后在这个当中有一种迷乱 众生相续当中有迷乱的现象 然后这个迷乱清净认为是障碍清净 障碍清净的时候不能认为是法界的障碍清净 法界的障碍清净的话法界是无为法 障碍的话是有为法有为法和无为法不可能再这样互相起作用的 只不过是我们对法界没有认识没有认识的时候 当时没有认识法界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已经迷惑了 迷惑过后迷惑的障碍越来越清净 称之为是我们对法界的认识 实际上法界的本来面目也本来都是没有什么证件 这个方面也应该这样讲的这样一来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这里不管是大乘的为师众的观点也好 还是在中观中的观点我们一定要知道知道是什么样呢 就是说现在世俗菩提心可以产生一种无漏的智慧 这样的话原来虚微的东西是不是现在产生一个真实的心 有没有下面所讲的这些过失呢 没有这个过失因为在这里为师众对方所承认了一个诚实的心 所以在这个方面应该是有所差别 露音机也是拿肚子了下面就是这样讲的 开玩笑啊 可以肯定他不是有前世虚妄知识当中产生的 因为作为真正的违品那一世不具备产生实有法的能力 如果他的因是虚妄的如果虚妄的话那作为真实的违品 真实的违品是指的是虚妄这个虚妄的 刚才原来说他们在不清净阶段的时候的这个世 不可能具备产生实有法的能力如果有能力的话 如果产生实有法成实的能力也就不成为虚妄的了 他有这种能力那就不能成为虚妄的了 你们不是原来说不清净阶段的时候虚妄的一个心 最后变成一种真实的心但是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能产生真实的心 如果你说他可以产生的话那所谓的这个因不是虚妄的了 如果明明有能力还不是实有如果明明是有能力 可以产生一个真实的东西还不是实有的话 那么所需的实有也不能成为实有了 所承认的你们刚才不是说清净阶段的时候 有诚实的心那么这个诚实的心 也不能作为真正实有的了 清净时候的诚实知识不是无垠之法 你们清净知识的时候不是说有一种诚实的心吗 这个诚实的心恐怕不能无垠产生吧 如果无垠产生的话当然有这个过失 否则有恒常存在或者恒常不存在的过失 因为刚才他们说清净阶段的时候有一个真实的诗 那么这个真实的诗依靠应不可能产生的 应是虚妄的缘故刚才也讲了 然后如果无垠而产生那么无垠而产生的话 我们下面还有这个推理 无垠而产生的话有恒时存在和恒时不存在的过失 那亦是自然而然在城市的唯一阶段才成立 那么自然而然到了清净阶段的时候才突然成立 或者自然而然成立的话这种情况也是不可能的 否则破此自在天 常无等的力量妨害 前后无有差别对此也同样难免 意思是我们破常有自在天的时候经常说是 你们如果常有的话前面和后面不应该有任何差别 前面是怎么样后面也是应该这样 我们有这样的推理吧这样的推理的话 对你们所承认的清净阶段的时候 有一个真实的心自然而然诚实的这样的心 那么这样的推理对他进行观察的时候 你们也没办法回答应该有同样的过失 所以即便对方承认他是由前刹那里产生的 那么即便对方他们说是并不是虚妄的心加力的 也并不是无缘而产生的 也并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而是他前面的刹那当中产生的 意思就是说这样最后的时候这种诚实的心 他的前一刹那就开始形成的 这样说的话这种说法也不合理的 但持有知识在生意当中成立是不可能的 你们不是承认室有的事吗 室有的事在生意当中这样的成立是不可能的 因为生意当中的因果观性有始法不能成立之故 理由是什么呢 如果因果同时不合理 在生意当中这样的因果同时也不合理的 其原因是什么呢 在生过之前由于无因而不具备能力 他因果同时肯定不合理的为什么呢 因为因果同时的话 比如说你们说前面的刹那心和后来城市的心 这两个同一个世间当中是不是存在 如果是同一个世间当中存在的话 也就是说他未生过之前 你城市的心没有产生之前由于无因不能绝毙 这个之前他是无因的嘛 需要同时的所以不能形成 带到自己形成之后理所能及之事 他刚才同一个世间当中也就是说城市的心 形成以后理所能及的时候果已经形成了 因此这两者都无法安立为因果 从同时的角度来讲 刚才以刹那来产生城市的心的话 那么同一个世间当中根本不可能安立的 这个是任何一个因果也是这样的 同一个世间当中 当然我们讲俱世论的时候有些家里的因果 同一个世间当中也是有几个因果的关系吧 但这个我们也讲过 讲因明的时候是说不通的 讲宗观的时候是说不通的 这不是真正的因果 只不过对他的产生不起障碍或者是 心和心所同时产生也互相灌带的因果 这些都是一种家里的因果 真正能生所生的因果在这里是没办法安立的 只是同世因果不合理的 然后讲前后世间虽然各自分开的 但对于因果成世而言也是不合理的 如果我们不承认因果成世的话 当然名言当中的因果过的世间各自分开也是合理的 但是你们不是承认为是一种室友的事 如果你承认为是成世的事 那这样的因果过分开也不合理 怎么不合理呢下面还是观察的比较多吧 因为无论别其他的世间中断或者未中断 都不会从任何法当中产生 这个推理的方式大家应该搞清楚 因为我们中观的这些推理 当然我们学起来的时候我前一段时间也讲过 可能稍微有一点的 尤其是以前没有学过中观和因明 有一点困难 但是这个学完了以后 其他的像《金刚经》 《大圆满前行》 有些基本的理论方面应该不是很难的 因为这种中观和因明的推理 可以说大大的智慧已经起开了 也可以说思路完全都已经打开 这样的话其他的一些理论上或者修法方面 只要一过目就应该比较清楚 以前觉得特别难懂的有些 有了这些理证的推理自己掌握以后 不管是学什么样的法都比较容易的 所以我们前面刚才刹那当中产生真实的心不合理的 不合理的原因是两种 第一个是因果同时不存在 因果次第不能合理 因果同时不存在刚刚已经破完了 现在说是因果次第的话不合理 因果次第怎么不合理呢 他说无论是你这个因和格 时间中间各端还是中间没有中断 以时间来中断还是时间来没有中断 如果时间中断和没有中断 这两个方面来进行观察实际上是度不合理的 所以我们大家也应该清楚 现在最关键我们要破的是什么呢 刚才对方认为在清净阶段的时候有一个十有的心 不清净阶段的时候这颗心是没有的 现在我们就开始造清净阶段的来源 对方认为这是前面的刹那当中 或者其他的因当中产生的话 那么这个中间我们现在进行观察 所以这样的观察实际上这也是 其实我们对为世宗的诚实法也是一种观察 同时他这里这样讲的 因为被其他的世间中断还是未中断 都是不会从任何法当中产生 如果被其他的世间中断 刚才因和果之间被其他的世间中断 则因与果二者之间需要有一个灭法 比如说我们前面是因的虚妄的心 然后后面是真实的心真实的心和虚妄的心 真实的心还没有产生的时候虚妄的心已经灭了 灭的时候中间都是有一段时间 时间被它已经中断了 中断的话当然刚才 因已经灭完了的一个灭法应该存在 如果没有灭的话你说这个因和果就一直相续存在了 这个不合理的应该有硬的一种灭法存在 所以大家应该清楚在灭法存在问题上 当然后一派跟前一派也有些争论 但实际上这些争论只不过是高僧大德们 通过他的理正智慧在众生面前显得一种有无二义 实际上没有任何矛盾 我们不应该认为 我们尼玛巴懂得非常不错的 其他的高僧大德们没有懂得这一点也不能这样认为的 我们没有懂得别人懂得也不能这样 实际上这些像宗喀巴大师 梅芬仁波切 他们完全已经通到了中观的究竟声音 只不过是为了后学者打开思路 所以为了一些方便法开始显现各种各样的辩论 所以我们对所有的各教各派应该圆容无为 这种观点是很重要的 无论是汉传佛教 南传佛教 只不过是大慈大悲的佛陀摄受每一个众生的时候 都有不同的一些方便法门 所以对我个人来讲是 适应这个法门的时候不能舍弃其他的法门 也不能诽谤其他的法门 但是当然我们在一定观察的时候 当然拼命的智慧来进行推折 这一点也是英明和中观当中都是允许的 他这里也是这样讲的 如果世间已经中断中间肯定有一个灭法 可是由于因为灭也是不可能中断之果 原因是什么呢 由于因没有灭不可能中断 因为对方先第一个是中断 刚才我们说如果你因果不是同事 世间来中断还是不中断 不中断下面还在讲 那么现在我们先推测的是中断 如果中断中间肯定要一个灭法 如果有灭法那么它前面的因已经肯定要灭了 不然不可能中断的缘故 这种情况显然不成立 如果需要从因灭亡的唯一灭法中产生 同样也是不合理的 你们说前面的因已经灭完了 第一刹那因已经灭完了 第二刹那的时候中间在灭法当中休息一天 然后再产生果那肯定不合理的 为什么呢 如果这样你后面成事的果从无事法当中产生 从灭法当中产生的 而且所谓的灭法也实际上不能成为有事法 灭法不成为有事法的方面 宗喀巴大师和有些论师说灭法成为有事法 但是这种有事法我们中论里面所讲的有事法和无事法当中的有事法 很多论师认为并不是这里面的这种有事法 而且他这里的有事法 实际上是无事法加列为一种有事法而已 不是真正的有事法 有很多论师这样解释 这样解释的话恐怕也比较好解释一点 尤其是你看《宗论》的《宗论》的时候 我们那天也是学《宗论》的时候 也是在麦彭伦波切的第七品当中都已经涉及到这些问题 实际上这个灭法存在不合理的 为什么存在不合理呢 比如说前面的种子已经灭完了果还没有产生 然后种子灭完了那个时候是不是一个物质呢 对方应该要承认 既然你说是真正的有事法一定要承认它是一种物质 如果它是一种物质的话 我们有路的法可以包括在无垠当中 如果是无垠当中的话 比如说种子已经灭完了 果还没有产生的时候的灭法 是色生香味当中的哪一个法 从无尽当中观察的时候 当然我们无垠里面的它是一种形式肯定不敢承认的 是一种形的话 比如说种子已经灭完了 然后中间有一颗心的话这个也没办法的 如果威斯宗承认刚才那个城市的心中间 那这个心也怎么样圆这个也没办法的 如果你说种子与亚之间的关系的话 那么这种灭法是不是一种色法 如果你说色法的话 那么色法并不是无视法它不是灭了 它是从什么当中产生的 当然这样的色法刚才种子已经灭完了 果还没有产生 中间三平五体的一个色法要成立的话 也相当困难的 生意 其他的胃这些当然对方也不可能成立 所以我们真正去观察的时候 种子已经灭完了 在这里面有个石油的灭法存在的话 这个是非常困难的 而且这里面也讲了 如果这样你的果不应该在种子当中产生 应该是从灭法的五十法当中产生 如果这样一来那无垠当中产生没有任何差别 这样的话那虚空当中和生意的儿子当中也应该产生 绿色的妙牙 有这个果实 所以某坟仁波切在很多论典当中 对这个灭法不能承认为是有视法 不然灭法承认有视法的话 有很多很多的果实也在别的论典当中也讲了 他这里也是这样讲的 如果需要从灭亡的唯一灭法当中产生 也同样是不合理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灭经即不复存在灭经的话它不复存在的东西 而无有知法不具任何能力 无有知法的无实法灭法的话 实际上没有任何能力产生后面过的能力 如果灭法不具有无实法的法相那么应怎么能成灭法呢 如果它没有无实法的法相它还是有实法 它还可以产生过失这样的话 那它都已经很了不起的了 它不是灭法了 它很厉害的了 你们说现在已经成为灭法了 假设灭法是有实法 如果有些论师所说的那样灭法是有实法 则有什么样的过失呢 分杀万笔的木材等现前所有的食物 现在为什么不存在呢 你不是灭法已经存在吗 那么比如说木材的灭法是不是有实法呢 如果是有实法是有实法的话 你应该这样说这个灭法 除了木材以外的另外一个灭法在这里产生也是不可能的 应该是木材的灭法 如果是木材的灭法 那么木材为什么现在不存在呢 因为木材灭法的有实法还存在之过 应该可以这样讲不然木材已经灭完了 为什么其他的灭法也变成一种有实法 为什么其他的灭法也变成一种实有的法 有些人可能会这样想的但实际上 刚才木材已经灭完了的话 那么说是有一种有实法的东西 那这个有实法是木材以外的东西还是木材的灭法 你说是木材的灭法 如果是木材的灭法你这个灭法不是承认为有实法吧 有实法那木材为什么是现在不存在的 那这样的话木材灭法在其他当中也是有的 说乘起的马瓶死了还应该可以起马 你的粮食已经用完了人不会饿死的 因为它的灭法存在的缘故等等 有很多这样的态果原因就在这里 他这里除了灭法以外 现在这些法案例为无实法的其他的理由是没有的 他这里灭法应该是无实法 除了灭法以外现在这些法 刚才木材不存在的东西这些 按理为无实法的其他的理由在这个世界上也是找不到的 也就是说灭法实际上刚才种子没有或者木材没有 这些都是灭法的灭法就是无实法 除了这个以外别的按理理由是找不到的 结果一切有实法都将成为常有了 如果是灭法有实法的话 比如说刚才柱子已经扫完了它还没有灭 它还是成了有实法 本来都是我们说柱子全部一点都没有的话 灭完了的话应该说这个是无实法 但是你这个柱子还没有灭 这样所有的食物不可能变成无实法的情况了 不可能有无常的情况了 它的有实法相续一直是没有断的 有实法相续一直没有断的话 那实际上所有的法不会无常了应该常有了 如果硬为灭亡那么果也是不该产生 如果你说硬没有灭的话它有实法的缘果嘛 这样的话那果也不应该产生 由此以来果的相续将中断 果的相续从此以后再也不应该出现了 绿色的亚从来也是任何人都见不到了有这个过失 并且灭法本身也是称了非由硬而产生的 灭法它自己的本体也不是用硬而产生的有实法 有这个过失不是用硬而产生的有实法等等 妨害是无穷无尽的 所以是对硬灭尽后不存在的这一份案例为灭法 所以我们什么叫做灭法呢 硬已经灭完了 硬再不存在果还没有产生 这一点我们分辨了案例为灭法 实际上灭法的实相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而灭法自本体丝毫也是不可能存在为实有 这就是最究竟的观点 假设说灭法存在那么无实法在所知万法当中都不可能有了 如果你说是灭法存在的话 那么所有的虚空 失女的儿子 龟毛头家等等 所有的无实法在整个所知万法当中不可能有了 所谓的无实法不可能有了 灭法都已经变成实有了 那现在无实法全部都已经解放了 全部都已经有工作了 这样的话失女的儿子都是已经不用下岗了 他都开始造了一份工作 他的父母相当高兴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所谓的无实法实际上就是这样的 因为仅仅是折前有实法的这一份加利为无实法 所谓的这个无实法 我们也前面讲过 品质不存在的折前有实的部分 叫做无实法而已 除此之外 所谓的无实法也是绝对不会单独存在 堂说这样的无实法不是无实法 你这样子像灭法也不是无实法 灭法也是像你们所说那样有实法 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最终破离 有实无实 有无等等一切都不会成为 互相对立的法而乱作一团 全部都已经整个世间的这个 因为你刚才有无实法不是无实法 如果无实法都不是无实法的话 那么我们破和离的话 破就是从无实法方面来破的 离的话 由实法方面来离的 然后有实法和无实法的概念也是不应该有 有和无的概念我们说品质有 品质没有 品质没有是实际上无实法 但是品质没有和品质有也不应该有 烦恼折破 只会产生这样的破例也不应该存在 而且这样的话 那么世间上所有的破例 所有的这些概念全部都 就是万世所有对立的这些法全部是没有的 我们昨天所讲的不并存相位 护决相位等等 所有的这些全部都不应该有 破例的法都全部没有了 如此一来万法所知的暗利都应该隐目无语了 世间上所有的形形色色的万法面当中的 这些趣事 暗利 这些概念 这些都全部隐目完毕全部都已经抹杀完毕 这样你整个世间所有的概念 所有的行事全部都烧光 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但这种事也是没有必要的 实际上所谓的灭法并不是有实法 应该它是无实法 所谓的无实法也是只不过不存在的部分 称之为无实法而已 有时候我们应该这样承认才对 所以孟宝仁波切一般是 对宁愿当中承认阿难耶和自证不存在的话 这一点也是很多论典当中以教证理证来进行宣说 应该是存在的 然后名言当中该存在的 以前孟宝仁波切的哪一个论典当中 说你们宗派该承认的阿难耶和自证 因果的所谓阿难耶也是不承认的 该承认的自明自知的自己心的自证也不承认的 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一个灭法是有 到底对你们的宗派起到什么什么的作用啊 在显现上文宝仁波切也是有一些破例解案的观点 所以该承认的自证和阿难耶的确在名言当中要承认 这个不承认的话我们很多问题没办法安理 这个前面也讲了 其实这个灭法不应该承认为是石油的东西 如果它是一个石油的话 那么这个世女的儿子也可以说是石油的 然后龟毛头角也应该是石油的 虚空当中的现化也可以说是石油吧 因为虚空不起任何主动我的运动虚空也给我赐给的 那这样的话这些都是这样说来说去 那么最后有识法和无识法之间的差别没办法分的 有识法和无识法之间的差别没有分的话 我的相续当中不存在烦恼只有存在智慧 这样我们昨天所谓的也就是说 心相为在众生的相续当中也没办法安理的 外境当中这里光明是存在的黑暗不存在 然后黑暗变成灭法光明变成有识法 那这个也不存在这样一来 世间上很多的破裂 概念这些都是已经弄乱了 非常困难的 所以孟仁波切在这里也说得比较那个吧 所知万法的所有的安理都全部隐秘完毕了 有没有这个必要 看看吧 可见所谓的灭法只不过是灭尽因的五者分 你们应该要搞清楚什么叫做灭法呢 所谓的灭法只不过是前面的种子部分 或者因部分已经灭完了的五者分 所以它本身不具足任何功用 灭法它自己也是非常可怜的 是你的儿子没有任何差别 它是诸徒无诺的它自己没有任何能力产生果 这些都是根本没有这个能力了 没有任何功用作为因 当下绝不会存在的 那么我们作为因的话 现在这个因肯定不存在的不管是任何因 因此由间断中产生是不合理的 因此你刚才说是中间要间断 或者是灭法当中产生也好 没有灭法当中产生 凡是有其他的一个东西来产生的话 凡是中间间断而产生肯定不合理的 这犯害与宣说因果不接触而生不合理的意义 完全是相同的 刚才我们前面中间间断以后 不能产生的不合理的道理根 因和果之间如果中断了 如果不能接触不能接触的话不能产生了 这两个的方法完全是一样的 实际上我们银和果之间 能够真正这样去观察的话 实际上也是得不到的 这样得不到的话你怎么样 加上一千个灭法实际上还是接不上银和果 比如说我们以前其他的有些论典当中也是有的 尤其是麦彭仁波切的其他的两个辩论书 我都没有看好长时间了 但是记得麦彭仁波切还是有这样的 比如说灭法就是种子前面已经灭完了 然后你说这个中间应该有个灭法 如果这个中间有个灭法 作为因和果之间的连接的话 那么这个跟灭法与灭法之间 或者是灭法跟果之间你前面的灭法灭了没有 没有灭的话它已经没有灭到原故 最后变成果灭法跟果两个应该变成一体了 不合理的你前面的灭法一定要灭 那么前面的灭法灭完了的话 这个中间需不需要一个灭法 这样最后把灭法编满虚空也有这个果实 即不知麦彭仁波切在哪个当中好像有这样的一种推理 是果仁波还是麦彭仁波切我忘了 果仁波在《入中论》的《遣除邪见论》当中 也是被灭法成认为是十有的观点极其不满 也发了很多强有力的一些态果 意思就是我们在中间 这个银和果之间是时间来隔断 然后用灭法来作为它们之间的前线 这也没有任何必要因为银和果之间 如果你这样详细观察的时候下面也会说到 根本不可能成立有一个非常适合的东西 这是不可能的 只不过是因缘聚合的时候未经观察的时候 你这个银和果是无期的存在 这一点是因果的案例 除了这个以外你种子和银之间接触和不接触 不接触的话更不合理的 所以对因果不接触而产生不合理的道理 跟前面我们中间加上灭法 时间中间隔断了这两个道理完全是相同的 假设程序由灭法当中产生就是程序从未接触当中产生 如果假设程序灭法当中产生 那么意思就是说 你程序没有接触当中产生和一模一样的 假设因果之间没有被其他中断 这个是刚才我们刚开头的时候 有其他的时间中断没有 中断的话什么什么一直讲到现在了 那么这个是个大的问题吧也可以说 假设说因和过之间被其他的时间没有中断 那么成了同时因和过没有其他的时间中断 这样因的时间就是过的时间 它没有任何时间中间隔断 这样已经同时了除了两个五分刹那为中断以外 再不可能有其他的同时 所谓的同时也是实际上前面的刹那后面刹那中间没有隔断 它两个五分刹那之间没有分开 这就是所谓的同时除了这个以外根本没有什么同时的概念 这样你前面因的五分刹那 后面果的五分刹那 实际上是中间没有任何时间来中断过 这就是同时如果片刻也是没有间隔 现然就成了一体了这样因就是果果就是因 已经成了这样这样的话 农民不需要种种子了 因为现在有因的缘故果也是在这个上面存在 这样一来自己产生自己也是不合理的 而且一个劫的时间也变成一刹了 如果我们这样说的话 我们这个时间实际上有二十四小时 二十四小时每一个小时也多少多少 但如果中间没有间断实际上本来是六十分钟 但是六十分钟中间一分钟到最后的六十分之间没有间断 实际上中间连一个五分刹那也没有分开的话 实际上一个小时也是一刹那那样 然后这样这样退一天一年当中这样退的话 整个大劫最后都变成一刹那有这个过失了 如果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 那么因果之间的关系不合理这一点 也不是说明世俗的因果也是不合理的吗 他说的刚才我们说是因和果之间的关系不合理吧 因和果之间中间时间隔开也不行 时间没有隔开也是不行的 那这样是不是说明我们在世俗当中的因和果 我们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也好 或者种子种下以后产生它的苗芽等等 世俗当中的因果也是不合理呢 下面事实并非如此 虽然如此显现为因果但这一因果禁不起观察 因和果非常合理的 它丝毫也是好利不爽可以这样说 因果之间的概念应该这样说 可是如果我们详细这样观察的话 那么因和果之间不会有任何禁得起观察 不可能有的 如果世俗当中按理因果禁得起分析 则已经成了生意了 如果我们在世俗当中进行观察 他们两个之间接触还是没有接触 或者是中间时间隔开还是没有隔开 这样的话那最后都是根本禁不起 如果禁得起的话那这不是世俗了 这是生意了我也什么叫世俗呢 世俗就是假的意思 在假的虚幻境界当中 怎么会有经得起一些禁证观察的事实呢 一点也是不会留下来的 所以我们中论当中 一直乃至涅槃之间所有的万法全部剖析 最后一点也是不剩下的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所谓的因果也是 就像我们在做梦的时候 你遇到一些恐怖的现象的时候 你用它的对治方法在梦的角度来讲 可以的同样的道理 我们在三极轮回一忙当中 依靠无我的智慧断除我的痛苦 轮回的痛苦 这些是合理的 但是最究竟的世相角度来讲肯定是不存在的 这是我们讲中论的时候也是已经讲过了很多次 则已经成了生业 又怎么会变成世俗呢 由此可见并非在世俗当中 也是同样破斥于观察因果的 在世俗当中以这样没有必要观察 如果一观察那世俗当中的因果也不成了 啊 世俗当中的因果不成了 那因果就没有了我可以自由自在地 外面可以造业了也不能这样的 如果你这样的话肯定也会受因果的束缚的 但是这一点也是在世俗当中受束缚的 在生意当中经得起观察的这种束缚不存在 这个意思这一生是按照莲花戒 就是甘玛拉希腊的男士当中所说的 明了归纳 从此举上非常明了 然后意义上作为归纳这样进行阐述的 麦彭仁波戒今天讲到这里了 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 若承行灭法为有十法有什么果实这是一个 然后第二个 既然因灭不灭都不产生果 那所谓的因当中产生果是这样才能安利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玛拉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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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玛拉希腊